哈囉,我是大叔 今天要介紹一位 從英雄聯盟S4銀牌到S10大師 現在S13宗師的玩家 因為S7機型的香爐怪版本 玩起來位置 感覺遊戲都與自己無關 為了提升遊戲參與感 他開始轉練AD 後來發現滿有AD天賦 就轉進AD了 他S13單雙使用 陸西恩17場70.6%勝率 異者瑞爾16場69%勝率 最高打到宗師600分 總勝率64%的ADZ 你不用 用的符文AD的符文 基本上都不太會有什麼特殊理解 基本上都能在OPGG上面操作頁 但要注意的是 如果有點黃色系符文 對面坦多就要帶斬殺 要常見或太出品騎手也能帶斬殺 連起刺系符文常規都鞋子餅乾 但如果空多帶進的話 可以把鞋子換成星河尺寸 增加自己的反打回合 也能提早做出二速鞋 走位拉扯 看這種感覺就要拖後期 可以帶藍色的暴風凝聚 不過S13很少遊戲超過30分鐘 所以不推薦 招式技能大部分AD常規閃線軌步 感覺前期會拚命帶治療 空置多帶進化 路線讓輔助帶治療 自己帶進化或點藍 一則瑞爾要打優勢 能帶虛弱 鍵點法路線常規主Q-1 能穿壓線不拚命就Q1QW 配迷離優雙排 一等能學1打爆發 帶先攻一等學W 一則瑞爾主Q-1 雙數俊騎手裝AD幾乎都選擇多藍劍騎手 讓砍壓到3、4等才發力 可以考慮賞劍加三水 想混發育不在意對線 能太出品 只有參考OBGG 先選擇常規ED永遠攻速鞋 一則瑞爾路線永遠CD鞋 關鍵巧S13能不幫打就不幫打 下路要想銀線跟上線時間有絕對關係 先強到OB的一方能強勢到3等 消耗硬斧要注意幾方小兵數量 能靠兵擋就不要走位 不能擋得要注意保持距離 譬如賽特1、賽勒西1、塔里克1 消耗AD或卵斧保持最遠距離輸出 能拉距離偷A就偷A 吃了相同或比對面手短 就靠盯著對面補刀時間偷A 下路優勢是靠每個普攻積累而來 一次機會都不要浪費 對線面對關鍵控制時不要太怕 可以讓人輔助或是小便去點要觸控的技能 如果對面關鍵技能空掉 就能掌握10秒左右的線權 如果對方為了技能命中失誤嚴重 還能打出限殺 考慮時AD不管是對線還是正常打 團盡量保持最遠距離輸出 保護好射程或技能距離 吃到就會死的技能不要扣著狂風 面對可以走位的技能盡量面對面90度走位 切交走位攤輸出很容易吃技能 如果能出出最大話就不要怕死 槍系隊友的出出能幫忙贏下團戰 平時保持最遠距離出出真的很重要 最後他想說想提升遊戲參與感 就是想辦法壓線 壓線就會把雙方打野都拉在下路 一直拚操作的局比較好玩 看到機會就要上去秀 風險跟收益是並存 秀成功會很爽 接下來我們網上賣賞 台服中施戰精ADC 你不用的精彩操作 我們在熱心會被繞越交幾個 我們在熱心會被騙 還不落後 事情絕對不對 被你遇害 你經常是真正的 我把啊 每天天你改變 因為你的頭要 你叫我 尬 pushing 讓我開口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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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